刘德华被坑惨了,最新奥迪广告被控诉抄袭,内容几乎一模一样。 事后奥迪道歉兵下架了该视频,刘德华也做出回应,只愿队员创始百分百的尊重。 这次事件对于广告团队在创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,以及对满哥造成的困扰,他深感遗憾。 没怀孕,白白和翻牌网友留言,见有人说他写得有点久,半年没吃瓜了。 没想到他回复道,怎么会,看新闻,刚给安排了三拍。 这情商真高,轻松用一句话幽默批谣外界传闻。 太洁气了,女士的法则,渣男前任用口红再次挑拨江树影和彭云场的关系,但姐姐却很清醒,一眼看人出汗的小心机。 然后实力虎幅闪起耳光,这一段看的人好爽呀。 史前最惨男主,暗夜行者开播,离一风刚上线就下线,被坏人来了一枪,直接坠入海底,看得粉丝好心疼。 期待他后面的霸气反击。 传家,宁远豪冲老婆秦岚呀,被秦帝当众挑衅,虽然心里不高兴,但还是柔身细语对秦岚说话。 独自一个人默默把醋也按下,这是爱惨的对方吧。 对吧,今天下午我在玉山岛,不到中的,但还是老婆,请替我跟工作人。 好,怎么,好想的,让我来报信你。 你今天是白分手。 我今天今天先放你们中文的超级人,对吧,还是会给你看。 谢谢,谢谢,谢谢。 谢谢。